剛剛錄完的那個 結果他會看一下 可以看到先把這個最後的這個結果先 看到然後然後我再把先把它刪掉 那接下來的話呢我切到那個聚集裡面的 那個聚集按編輯 編輯之後呢各位可以看到當然你如果理論上再執行一次 他應該會walk他應該會自動產生一個跟剛剛一樣的結果這個是錄製聚集他 他之前 給你的這樣就是說以前他我們通常是錄完執行就會把 同樣的動作再做一遍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應用的話也可以但是 樞紐分析表 會有幾個地方可能會卡住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聚集1 當然如果第一個啦我們在還沒執行他之前如果你希望不要叫聚集1的話你可以改名稱 不過有時候改名稱之前我希望把這個乾脆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呢在底下貼上 Ctrl V 為什麼要保留一個舊的 然後這個名稱來改 這個名稱也許叫 叫什麼 樞紐 叫什麼樞紐 樞紐分析自動聚集好了 假設 給他一個名稱 那有別於 就是你不要給他一個完全 不知道這什麼東西的一個程式 所以這邊的話呢 好 好 那接下來底下的註解這個我想 這個其實我有點多餘我希望把它刪掉 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 你把它執行一下理論上應該要做出 一樣的結果可是你現在把它執行 他會跳出 什麼呢程序 什麼 扑教或 引述不正確 那這地方的話為什麼錯 那各位你不要急著說 假設你看到這個畫面不用緊張 他有個真錯有沒有 請你按下真錯 他會告訴你 就是這一行錯 那為什麼這一行錯 基本上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基本上 這個物件叫Active Wallbook 指的是 工作簿 指的就Exale 後面點就是說它會產生一個叫什麼 叫Pivate Cache 指的就是什麼 我們插入那個 書籠分析碼旁邊不是有一個 好像一個那個圖形 那個就是Cache 因為我還沒有 放任何 欄跟列上去 它會產生一個Cache 後面會create的一個什麼東西呢 它會給你一些欄位 那其實這些前面 什麼呢 Source Type 資料庫 實際上就從資料庫來源 然後呢 Source Data 它會是找什麼 我這邊問卷調查 02的 這個範圍 那R1 C1 指的是A1 R15 C15 指的是 那個什麼呢 列跑15 就地區數列 C15的話應該 15應該是O啦 應該是O15 就等於那個範圍 那 版本它這邊有14啦 不過這個都不是很重要 融入會錯的部分 其實關鍵在這裡 叫 Table Destination 冒號等於這個 後面這一串 其實 是錯誤的 你想說為什麼錯誤 你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產生的是工作表8 它現在是工作表4 有沒有 那也就是入資的時候啦 其實 就是 工作表4 可是因為我又增加又增加 名稱當然不可能每次都一樣 它會一直加1加1加1 所以呢這個名稱的話 它變成固定 那怎麼辦 如果說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的話你可以把 這個工作表 當然如果 你要讓它這一次可以跑的話 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工作表8 OK 如果你把它改 對應到下面的名稱 可能你不一定是工作表8 你可能是別的名稱的話 你如果現在去把它執行的話 按F8 我看一下會不會過 有沒有發現 過了 特別是有沒有發現 後面這個地方 它可以出現 它會不會被採取的 其實特別主要 剛剛講的 那個什麼了 Pyvet Cache 實際上就指的是這個東西 OK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你要了解那個村友分析表 有時候反而在城市裡面 反而可以 得到的訊息更精確 那可是不對啊 你也想說 那如果下一次又再新增 那不就是工作表9 工作表9 永遠都要改嘛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注意一下 以後如果說你要 假設要自動化 那就不能用這個方式表示 那用什麼方式表示 我的習慣 第一個請你把這個 雙引號到雙引號的範圍 刪掉 第二個的話你可能要學會 就是 告訴他 一些訊息 用所謂的那個 工作表物件 那所謂工作表物件 特別是在Excel裡面 工作表物件 它 實際上就是序詞 有沒有 工作表 物件 所以你在這邊的話 等於後面加一個序詞 刮符 給他 裡面的話 告訴他說 你的工作表在第幾個 那目前我的工作表在第2個 所以我就輸入2 然後面的話 告訴他說 那將來這個catch要放在哪裡開頭 理論上他預設是 A3儲存格 A3儲存格的話 在 那個 我們BPA裡面 你就必須用RANGE 部件 告訴他 所以RANGE A3 意思就是說 我要放在第2個工作表裡面的A3儲存盒開始 所以關鍵在這裡 OK RANGE 不過這邊還是有個問題 第二個 如果我 可以併根的話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這邊的話 我在想了一些方法 當然 方法是很想出來的 OK 所以關鍵就在這裡啦 其實解決這個問題後面就簡單了 那我假如說 我用這個方法 然後 來跑的話 那後面再來就是這兩行 其實這兩行 什麼 哪一個工作表 工作表4點 這行其實可以把它刪掉 那 這個Sales 三列 一欄 這兩行其實可以把它拿掉 如果你不想拿掉的話 你可以把它註解一下 假設我註解它 接下來的話 我就讓它跑一下 下面應該可以再繼續 性別 所以你會發現 我剛做動作 性別把它拉過來到列 然後結束 再來的話呢 做什麼呢 再把技術放下來 設定它的百分比 OK 全部跑完了 其實呢這個地方 會跑出結果 但是 又產生第2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裡面的這個地方變百分比 OK 那 我看一下 所以第1個問題 解決的方法 就是 把這個改一下 這兩行把它 看刪除或註解 第2個可能如果你要解決第2個問題的話 請注意一下 本來 本來有奇怪 我想說 奇怪應該理論上跑應該沒問題 後來我發現 如果你2個欄 比如說在列 性別 再加總 百分比那部分 也是性別的話 那你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須 是怎麼樣 把 這個 這個什麼 Pivot Table 性別的 本來是 Wiz 到Wiz 把它跟下面這個 做顛倒就可以了 所以把這一串 跟這一串 把它顛倒一下 OK 那我試一下 這邊的話 兩個顛倒一下 然後呢 再重新跑一下 再把它刪除 試一下 如果 程式 我剛剛主要是改了 第1個地方 第2個的話 把這兩行 註解或刪除 第3個就是把剛剛Wiz 到Wiz 剛剛上面這一段 把它搬到底下 再來 執行看看 執行 理論它應該就OK了吧 有沒有發現 就完成 OK 那你想說這地方 有一些細節啦 我是建議各位 你可以參考一下 我剛剛 我在那個講義裡面 第一個 我有放了一些東西 不過 剛剛有 剛剛 光它噴噬 可能就頭暈了 裡面的話呢 大概就是 先把那個 就是蓄詞部分 再重新定義一下 然後呢 把那個原來的 第3個動作 跟第4個動作兩個顛倒 OK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就把這邊 稍微瞭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徹底解決 就是說 現在因為 一定是第2個 可是如果我今天 產生的工作表 前面又多一個 或者是說 位置不對的話 那當然 一勞永逸的方法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我這邊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 可以把 新增工作表 移到最後一個去就可以了 這裡的話 請各位稍微 把那個剛剛的部分 改一下 看看會不會辦法把它改出來 齁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